今天我們會去到SUPERYO 那裡是佔地一萬呎的遊樂場所 當中會結合互動技術、體能訓練 能夠讓小朋友在學習的同事訓練身體 並且為家庭提供了有趣的娛樂場所 適合一家人共同享樂 增進家庭關係和樂趣 SUPER KICKS的足球比賽由三種模式組成 需要小朋友、雲球和射門 遊戲模式只在訓練他們的身心協調能力 Digidesk最多可以讓六位小朋友 觸摸書作上百款數碼化的智力遊戲 他們需要點擊正確的答案和順序 或者給出正確的命令 才可以贏得遊戲 遊戲只在培養小朋友在幾秒之內 分析和控制個人的身體協調 無論是個人戰或者是團體合作的對戰 這些小遊戲都可以考驗到小朋友的路根和反應 SUPER SNAP在遊戲開始後 幾行幾列會發光的磁磚 就會出現在小朋友的面前 他們需要鬥快發現 並且拍打這些著著燈的磁磚 眼明首發的小朋友一定可以贏得這場比賽 優秀的跑步者 應該來到Yoshin Racer 挑戰和動物賽跑 每位挑戰者都有機會挑選同一種動物比賽 小朋友 你認為你可否超越最快的獵豹 準備好就出發了 在VR CAVER的空間 無需戴VR的眼鏡 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 小朋友要拍打場上 飛發移動的物件 才可以得到分數 FORMULA YO SUPER NOOP的賽車比賽 最多招募四名挑戰者 挑戰他們的腿部爆發力 小朋友需要騎在自行車上踩動腳踏 控制在賽道上的迷你賽車 踩得越快 賽道上迷你賽車就可以更快地飛前 喜歡運動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遊戲 在Super NOOP內 有不同類型的障礙物 例如 遊樂場滑梯 海面球玩具槍 和千秋等等 小朋友要以敏捷 和超高速的平衡力 去完成融合奧運項目的 多層障礙迷宮 這樣才叫完成項目 小朋友有沒有想過 可以成為一名電視主持人或主播呢 在Low Retro Studio 這個虛擬演播室裡面 將有機會在六幕前 主持電視節目 快點看看他們身後套上 不同虛擬背景的神奇效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在旁邊